这个视频啊咱们说一个关于香港的好吧 什么呢就是因为香港现在实施了港版国安法 美国政府呢早前宣布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待遇 在美国这一次的抽签移民申请指引上面 刚刚公布的申请抽签移民签证计划文件当中 列出美国不再接受香港居民的这个抽签的这个参与 也就是说不接受香港居民抽签的这个行动了 但是比较讽刺的就是澳门居民仍然可以符合这个资格 抽签的资格 抽签移民签证每年约涉5万个名额 超过让过去5年移民美国比例比较低的国家的居民 可以取得美国居留资格 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有一些国家啊 有一些这个呃移民比移民比例比较低的 这些国家的居民有一些优惠政策啊 这个政策呢就是你可以抽签啊 因为来自中国的移民一直是远超上限啊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 所以中国居民的一项无法参加抽签啊 因为你的人数太多啊 以往美国把香港及中国分开处理 港人仍可以参与抽签 但当美国在申请问题上把香港列入中国一部分 那么以后香港人就不再符合资格抽签获得绿卡 说白了吧 一句话 美国帮助北京政府呢 把这个香港啊 往这个一国一制啊 这条路上又推了一步啊 你这么理解就好理解了 对吧 就是香港居民和中国内地居民一视同仁了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啊 我建议这个香港黄司啊 港独啊 对吧 当年举着美国旗 英国旗上去上街游行示威的这帮人啊 你们赶快到香港住 美国住香港的领事馆门前抗议啊 烧美国国旗 对不对 说好的民主价值呢 说好的民主统一阵线呢 说好的我们这个一直要求美军登陆香港解救 是吧 广大香港同胞呢 别说美军登陆了啊 现在你你登陆美国都被拒绝了啊 不过好消息是什么呢 好消息就是这个你可以申请难民 我之前我有一个视频我做过 对吧 美国好像把香港呀 以后呢 跟谁列到一起呢 跟跟那个谁 伊拉克 跟叙利亚 跟什么洪都拉斯啊 就是南美的这些什么瓜地马拉 就这种这种地方啊 常年有战乱的啊 常年这个民不聊生的地方 香港现在已经跟他们化为一类了 全世界没几个国家啊 这是美国把香港已经这个画那边去了 就是你你以后可以当难民申请 知道吧 香港人民 到美国呢 以难民身份啊 进入美国 你说进去之后啊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我就不熟了啊 毕竟我不是难民 对吧 我也会这辈子我都混不上难民 所以呢 这个正二八经的获得绿卡这条途径呢 已经被掐断了 香港人啊 那么你想获得美国绿卡 看来也只能是 第一申请当难民 第二是这个 偷渡 我不知道现在容易不容易啊 另外一个就是 先前往第三国 好吧 你是找个什么其他国家 你先过去 过去完之后呢 你先在那混个身份 对吧 然后呢 混若干年之后 得到个身份 然后你再从那再往美国转 但是呢 也不排除啊 美国移民局其实也挺贼的 知道吧 他也知道很多香港人 可能是通过第三国 中转去美国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应对的措施 知道吧 也没那么容易 就是说转就转的 所以我觉得啊 香港这次呢 这个通过自己啊 这两年来的这个反送中的 一种这种骚操作啊 非常高效率的 把这个中国的港版国安法逼出来了 逼出来之后呢 又非常高效率的 让美国政府呢 把香港居民的 所谓的一国两制的啊 一些特殊待遇给取消了啊 然后呢 把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呢 往呃 一国一制这条路上啊 又推了推了一把啊 起码在美国移民这个问题上啊 香港居民和内地居民已经是一视同仁了 好吧 我觉得呢 这个也是香港呃 黄思们也好啊 港独们也好 求人夺人嘛 对不对 求人得人嘛 你们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是不是 就这样 就这样 感谢观看